中秋节就要到了 不过还有许多的家庭是没有机会吃到柚子 不过呢就有这个返乡才一年多的玉里在地青年 与瑞穗还有玉里的这个幼农来合作 捐赠2500斤的柚子给长两里文件站的长者们 让长者们提前感受到家节的氛围 中秋节就快要到了 不过还是有许多家庭没有机会吃到柚子 就有才返乡一年多的玉里在地青年 陈志明就与瑞穗玉里的幼农合作 捐赠了2500斤柚子给长两里文件站的长者们 让长者提前感受到家节的气氛 因为家节快到了 然后又疫情的关系 我们特别很多人瑞穗的幼农 郑玉民先生 然后他们跟我们结合捐赠柚子2500斤 玉里的部分更是结合了个里长协助发放柚子 希望大家能够吃到在地好吃的文旦佑 我们玉里是前面的所有里长 他们都去独居老人的部分 他们都全部发放 陈志明过去在台北花令工作 后来想念家乡 所以就在去年的时候回到玉里的老家 开始对于部落以及需要的长者特别关心 希望透过自己的力量 也能够协助社区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沟松双玉里镇采访报道